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因为购岛被拒绝而推迟访问丹麦 引发了两国的外交纠纷 现在要重开领事馆将会对两国关系又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于北极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 美国计划重开领事馆会使美国和丹麦的关系生新的变数 就产生新的变数 为什么这么讲 美国如果在格陵丹岛真的重开了领事馆 那么美国会不会对当地的政治局势进行行诉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令人关注 因为我们知道在2009年6月21号以后 格陵丹岛世上处于一个高度自治的状态 也就是说除了外交和国防的权利又丹麦行事以外 那么在格陵丹岛本地的这种自治权是非常非常大的 加上人口不多到现在也就不到8万人 因此美国如果通过重开领事馆的方式 对当地的政治局势施加影响 甚至说在当地培植自己的就是亲自己的势力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像美国对其他的国家 进行的这种政治渗透一样 会影响当地的局势 而这一点丹麦不可能不防 包括格陵丹岛当地的自治政府 那么也会考虑到这一点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反映出一个现实 就是美国在进一步的插出北极 而且围绕着北极这种博弈将会进一步的成文 因为本来北极随着就是人类能力的扩展 尤其是北极航道 那么未来某一天将会开通 它的利用价值或者说现实意义大大的增加 而现在随着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 以如此强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北极的欲望 不管是购买格陵兰岛 甚至说重开领事馆 对当地的局势进行影响等等 那么必然会引起大家对北极地区的这种关注 包括相关国家也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比如说丹麦不可能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 完全无动于衷 因此各个国家围绕着北极的博弈 将会进一步的升温 好的 谢谢红林先生的点评和分析